港媒,贸战刹车面临三关G20会晤,若失败将更激烈,即将举行的G20穿袭会给僵持的贸易战,带来一线曙光。 但有分析认为,穿袭会晤有可能会使贸战减速,但要让贸战踩刹车,则面临三大难关,如果会晤失败,贸易争端可能会更加激烈广告。 中美双方正在为11月末,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举行的川习会做准备目前,双方团队正加紧洽商条件,希望两国元首在G20会面时不会不欢而散,至少可以达成某种协商框架。 香港经济日报称,在两国元首会面前,美中重启外交安全对话中共最高外交主管杨洁池,表示中美两国官员应妥善管控分歧,精心做好准备确保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报道称。 中方强调要管控分歧,就是不想在川习会之前再升之节但如果进行全面评估,中美要结束贸易战的可能性很低。 据观察人士也普遍认为,川习会晤结束贸易战的可能性较低但两国借此达成协商贸易协议的框架,并非毫无可能也就是说川习会晤有可能会使贸易战减速。 但要让贸战刹车则机会不大,而且若两国元首在G20谈不拢贸易战可能会再次激化。 另外报道指北京要想让贸易战踩刹车也不那么容易,至少面临三大难关其一。 北京给出的条件未必能让川普满意会谈,能否得出结果。 最关键的是北京开出的条件是否足够满足川普。 美国对中共发动贸易战除了指向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外还涉及知识产权,开放市场和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贸易逆差并不是最大问题。 北京已多次表示愿意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已减少逆差但余下三点。 北京则不容易妥协川普日前表示,北京表示愿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中方对此至今未发表任何言论。 有观点认为,北京可能是口头上放弃行动上,仍暗中进行另有分析称。 以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及白宫团队鹰派之强势川普,很难接受一种模糊言辞的协议。 其次若川普降低条件接受北京妥协,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另一攻击点。 民主党反过来会说川普向北京投降损害美国利益第三。 白宫内的鹰派也不会轻易让川普接受一份投降协议。 早前彭博社曾报道,川普已知识高层官员准备中美贸易协议的草案,意味着贸易战有停火的可能。 但川普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纳瓦罗,Larry Gradlow,对媒体否认此事。 纳瓦罗表示,关于对华贸易问题,目前未有重大的进展。 美方尚未收到中国共对贸易问题的回答案是11月底的川席会,不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终点。 而且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对华态度强硬的官员, 也不会轻易让北京过关此外,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让国会对总统的国内政策有更多的制衡和监督。 如果此次G20川席会没有结果贸易债,可能会比以往更加激烈。 美国不仅可能会从明年1月1日将关税调高至25%,更有可能会余下的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 中文字幕提供